虽然目前秀林鄉的疫情有慢慢降溫的情形 不过乡长王玫瑰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从5月份开始就结合了店家、小吃店、槟榔摊、教会还有文件站 共同在部落宣导戴口罩、勤洗手、不要群聚等防疫措施 从点线面共同来做好防疫工作要度过这一次疫情难关 秀林鄉虽然在4月份到6月中疫情相当的严重 秀林鄉文会除了每天都在乡内进行宣导之外 从5月份开始结合了店家、小吃店、槟榔摊、教会和文件站 共同在部落宣导戴口罩、勤洗手、不要群聚等防疫措施 在秀林村长周贤德、村干市、访试园和图书馆馆长 陪董、秀林鄉文会前往店家一一发放防疫物资 来感谢他们的支持以及配合 我们从上个月我们就开始配合我们秀林鄉 乡内所有的小商店、小吃店、槟榔摊 还有民宿、还有公寓坊、教会、文件站等等 一起配合疫情的宣传 看似现在疫情很像慢慢降温 我们很担心这只不过是短暂 所以我们还是持续再加强部落的宣传 我们不希望再有更多的乡亲受到疫情的感染 所以今天特别来谢谢我们的商家、各个店家 谢谢他们之外 我们也送了我们的防疫物资跟一些生活物资给他们 毕竟他们这几个月的生意实在是跌落谷底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恳切的希望所有的乡亲能够配合 只要乡亲看到 在电视机看到乡长 在这里这么卖力 跟村长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团队 这么卖力一直在宣传 不断宣传疫情的目前的状况 你还有我们疫情要怎么去防疫的做法 我希望乡亲 我们大家一定要一起合作 我们大概宣传的就是只有四项 第一个口罩一定还是要戴着 只要一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第二个一定要勤洗手 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 在哪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勤洗手 第三个我们因为各个办公处跟部落都有提供 亚尼所提供的刺利三纳水 我希望就是七天 至少要有两天或三天可以轻消毒 自己的居家环境 把我们今天所执行的工作 这种动作爱家爱护的再来宣导 能够把这个宣导的动作 不会把每个人的心理上 舒服了我们再继续的努力 让他们能够防疫的工作 还仔细的延长 达到我们宣导的效果 乡长特别用心用这种的方法 关心我们秀宁厂的每一个村民 我们的工作真的是对于这个疫情 真的管理得很好 我们也是顺着 我也得过确诊 所以真的有一点种 带着一种有点恐惧感 所以他怎么做怎么说 我们都按照 跟着他脚步走 他出的爱心是很大 新闻下长文贵表示 虽然疫情有慢慢降温的情况 不过还没有确定可以控制之下 还是不敢掉以轻心 依然还是做好防疫的工作 而这次结合电价人的配合 以及支持才能够长长久久 绣导工作依然进行 也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情况之下 共同来度过疫情的难关 记得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